字幕提供 我身後面的溫泉已經有很久的歷史 但想不到500日圓就可以進入 到底裡面是怎樣的呢? 日本和歌山潤的百賓溫泉 是日本三大古溫泉之一 而這個露天溫泉旗子湯 曾經有天王王子來過 旗子湯是一個露天溫泉 溫泉坐落在海邊 由岩石堆砌而成 溫泉沒有過多人工的改建 保留了原始的樣貌 想不到這個古老溫泉 有成1400年歷史 還有一幅大的海景 讓你看著來看 超級超級 如果你不喜歡露天溫泉的話 可以考慮入住附近的溫泉酒店 這間酒店設有男女浴場 兩邊都有無邊際的景觀 浸浴之餘還可以望到太平洋 除了有男女湯之外 還有一個男女輪流使用的浴場 溫泉一直向外延伸 又舒服又寫意 完全浸到不想走 入口位置還有個特別星空裝飾 好浪漫 去酒店裏面的大浴場 其實不需要帶任何東西 那邊已經有齊毛巾了 酒店最近完成翻身 增設了十間露天風女房 最適合一些不習慣 跟陌生人浴霸相見的女人入住 女生出門頭最怕帶很多東西 但酒店連食法夾都有 大家都不需要帶 入住溫泉酒店 大家都會選擇一泊兩食 而這間酒店晚餐會有兩個選擇 今次我們就選擇了意大利菜 即使是意大利菜 都跟傳統日式一樣 大廚都是用當地最新鮮的食材煮的 去旗子湯或Infinito溫泉酒店 都不算太複雜 香港出發乘直航去到大阪關西機場 機場轉乘JR去到天王子站 再轉本線特急去到百分車站就可以了 車站前面就有明光巴士去旗子湯 要去溫泉酒店 就可以乘12號巴士或的士去